谭帅的说他很危险 我正在准备给他动手术 是吗 你在准备给我大哥做手术啊 是啊 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病人在床上躺着昏迷不醒 你在这闲情抑制地喝咖啡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我大哥是抗战英雄 你这样的医生 根本就不配给他做手术 他醒了 我们去中治洋医院找他 没病 快 啊 叫我的胃病 何小姐 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诉你 如果是别人用刚才你这种口吻来指责我的话 我会请他马上出去 但是你不投 我很愿意接受你的批评 应该说你来得很及时 既然我的病人是你的大哥 那你就有责任向我提供他的病情 他因为头疼导致昏迷 从开始的第一次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应该不是第一次吧 每次间隔又是多长时间呢 有没有规律 何小姐 你可以质疑我的工作方法 但不应该怀疑我的医术 我可以跟你保证 在育成 像我这么有临床经验的外科大夫 恐怕没有 现在杜福县长最重要的就是要马上手术 你向我提供他的病情 当然是在帮助 但更是帮助他 第一呢我的事 甭告诉何太太何小姐 第二也不能让县力支撑 尤其是罗行长 第三背马给我多叫上几个弟兄上铁场 还不说要换一个办法 那么大的铁家伙 搬来搬去的都要几个帮小伙 怎么不动啊 都 我刚睡这么一会儿 连立正经理都不回了 报告杜福县长 这不跟娘们似的 前两条都拉鼻了 陆县长已经知道了 现在可能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何小姐 怎么了 早就来了 看见睡着了 哭了半天 现在可能在洋院长办公室 我干嘛你 你臭嘴你发现你越来越拐了 办法都黑了 我知道了就这些了 很好 谢谢 那你知不知道 她在发病的时候 向大夫给她采取的是什么办法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向洪年是个中医啊 不可能吧 什么不可能 老师 东副县长醒了 东副县长醒了 东副县长 欢迎你啊 书云同志 你的到来 是我们玉城县党组织的力量 大大加强了 我盼望能够尽快开展工作 你不是已经开展工作了吧 我听说 你在难民转营站的工作表现 非常不错呀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做好抗日大后方的支援工作 我征求了一下上级组织部门的意见 为了安全起见 决定暂时先不公开你党员的身份 对了 听说 你已经和那个杜副县长打过几次交道了 是的 他这个人简单粗暴不太讲理 不过倒是一腔热血 这个人可不简单哪 他可是从台儿庄战役下来的抗日英雄了 不闹手术 绝对不能 不闹手术 邮县长请你理解我的心情 杜副县长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 更重要的是 他是重庆方面挂了号的抗日英雄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万一手术出现什么意外 我不好交代呀 洛县长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 我必须要告诉你 如果手术损伤了中枢神经 导致瘫痪 甚至是死亡 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 但是如果不手术 近期内他再一次休克 甚至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七十 可是在此之前 像洪年向大夫 一直是用比较保守的方法为他治疗 效果还是不错的 正是因为没有得到根治 所以才会出现今天这个状况 罗某虽是一线之长 可 这样吧 我想还是 그렇게争取一下杜甫县长本人的意见 我没事啊 我啥事也没有 好人一个 你甭听那个姓杨的狗带嚼子糊了一个 你不信跟我上铁肠走一趟 你别逞强了 宋山哥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想 单独跟他谈谈 取这批药品的同志 大概两个星期以后才能到这儿 到时候他们会跟你直接联系的 由于你刚到玉城 所以说你这儿还是比较安全的 不是都已经国共合作联合抗战了吗 怎么还搞得跟地下工作似的 避免节外生枝 小心为好啊 你可别小看这几箱子药啊 它可是能救过我们许多同志的生命啊 千万马虎不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这是大城市来的大医生 到了我的玉城县没机会施拳脚 拿我这副县长练来 我成全你 我成全你 这就是一刀吗 先不着急 在手术之前 你必须要告诉我 这一年多来向洪年大夫 给你采取的是什么治疗方案 啥方案 喝下汤子呗 扎 那叫什么 针灸 你颈椎里的蛋片 已经损伤到你的部分中枢神经 病发的时候那种痛苦 常人难以想象 光考喝中药扎针灸 那是挺不过来的 我都挺过来了 你在撒谎 你敢说本县长撒谎 烦了你 请你快告诉我 他到底给你用了什么 啥也没用 你现在是一个病人 病人不应该对医生隐瞒任何事实 说吧 我会替你保密的 我有啥事实要让你保密 你啥意思啊 在手术之前 我必须要知道 向洪年给你用了什么 这关系到我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案 甚至于 关系到你的生命安全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啊 老子可是 是 马飞 静脉注射 剂量多大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不要再瞒我了 你怎么能瞒过一个医生的眼睛呢 我见你晕过 两次 你看你那种痛苦 必须是要用麻醉品来控制 如果不是马飞 那就是大脊梁的鸦片 红丸或者是别的什么 放你娘的狗 你敢说本剑长是大烟鬼啊 老子逼的 那就是马飞了 看来向大夫不光是一个中医 还会配要打针呢 你能说昨天晚上你是突然出现在向洪年假吗 你难道不是为了去找他解除你的痛苦吗 快说吧 最后一次剂量是多少 用药物来缓解痛苦一点都不丢人 对一个抗日英雄来说一样 对于我来说 任何人都一样 只要他有病症 他就是我的患者 说吧 杜甫先生 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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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人同一手术 哦 他的卫兵在吗 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 他说他只想见他的卫兵 小伙子 到 杜甫先生让你进去 是 各位 术不奉陪了 我要做一些输钱的准备 你让铁厂的留工程师办个终点之内必须赶到 是 还有难民转运站的黄站长 算了 那个老学就是做不成事 难民 难民转运站新来的一个女大学生 长得挺漂亮的一个 姓 姓方 你不记得 你让他来 是 我听骆县长说 手术成功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 对吗 是我说的 他不能有危险 绝对不能 作为一个医生 我从来不会说绝对 但是我会尽力 真可惜 这么好的咖啡凉了 能不能麻烦何小姐帮我再做一杯呢 你会的 你说什么 手术方案我已经定了 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需要一杯热的咖啡 所以 帮助我提神 何小姐不光是在帮我 也是在帮杜松山 你们有什么事吗 您是方书云吗 对 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要干什么 凭什么让我姐跟你们走 谢谢何小姐 从来没有人敢要求我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 我知道何小姐戏出名闻 在家里边一定很少干活 要不然怎么能弹得这么一首好琴呢 你今天怎么这样啊 那是我最尴尬的事情 我不许你再提了 我不这么看 那些围攻你的人 他们都错了 何小姐能够用你的爱心 去关怀一个伤兵孩子 这很让我感动 真的 不是恭维 对 在我看来 你是郁城县 最具时代精神的新女性 好喝 比我煮得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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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 怎么叫一个来俩啊 你凭什么叫人把我姐也带过来 他们还都有枪 我不放心 我是来保护我姐的 别瞎说啊 什么事啊 杜副县长 刘公司 你就按咱们说的办 行 你放心吧 厂里边有我呢 可是你的身体 去吧 你们也出去 我要跟方小姐单独谈 是 是 走 走 走 对付那些讨厌的难民 你有什么好发的 你不是讨厌我这个军阀副县长 一股脑的把他们混在乡下种地吗 老师 情况不好 怎么了 苏三哥怎么了 没有没有没有 麻醉药 没找着 找着了 但剂量有限 而且全都过期了 好 有道理 就按你说的办 我去通知你们黄站长 就是这一切都是我配版的 让他们执行 去啊 上次你为了难民的事跟我 火急火燎的吵 你这次怎么不着急啊 我 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短短一天的时间 你的态度有这么大的转变 我想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跟你在医院 是不是跟你的身体状况有关 你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你不会愿意认为我在立遗嘱吧 我啥事也没有 我就是 睡了一觉 想想你说的也有道理 别得意啊 难民这天归我管 以后呢就 你替我管着 安置不好我拿你十万 太过分了 怎么能给伤病医院配发 过期了这么久的麻醉药呢 这是会死人的 那怎么办 不是说如果不做手术的话 他随时可能再说 可再也有危险嘛 很遗憾 真的没办法 手术必须取消 啥 那不行 本县长已经准备好了 这刀说什么也得 能不能手术 这由我说了算 你咋婆婆妈妈 这不就手术吗 走 你拿那小刀卡一拉 蛋片卡一拿解决了 这 顶多半尺长的口子 不打麻药我挺得住 别说你的小刀 就大刀的大刀片的 看大砍的肩膀头上 我照样机关家的链倒一片鬼子 那是两回事 杨远展说得对 没有麻药你不能做手术 你 你怎么还说她 她说要给我动手术的 她说不动手术要死 我不能死啊 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小日本还没滚出中国呢 好 要不我跟你 立个生死文术 不打麻药 你今晚拉 万一我死了 跟你没关系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但我是个医生 真的不能胡来 你叫什么胡来 杜山哥 你听医生的 你听医生的 杜小姐 手术取消 回来 杨医生 你能告诉我 你具体需要的药品和剂量吗 我可能会有办法 欸 姐 你哪儿来这么多药 你别问了 欸 找到了 在这儿 欸 姐 您可太神了 那么大的张兵医院 没有的药 你这怎么有好几箱啊 我不是说了叫你别问了吗 记住啊 不能跟任何人说 你跟着我干吗 我要去医院看洋院长做手术 除了医护人员谁都不让进手术室 你怎么看啊 我 好了 我给你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你去把那些药品收拾好 然后在家里看着 那些药品很重要 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 姐 你是不是又找到你的组织了 我始终会组织在一起 我相信你留在家里好吗 嗯 张嘴 啊 有假牙吗 屁话 我杜松山浑身上下就没有假玩意儿了 你不能好好说话 你牙有松动的吗 没有 你们当大夫的一个个都这么啰嗦 杜副县长 这是手术麻醉之前必须要知道的 我不跟你说 来来来来 上床 干啥 我推您进手术室 这也是医院的规定 狗屁规定 把自己走进去 做完手术我自己还得走回来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是医院 好 你爱上不上 爱上不上 哎呦 哭啥 不用 要真的有万一了 我就去配合当场了 我还是要跟着他打日文 又打那个狗屁天荒他死了他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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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能在里面忙 何小姐 这是手术室 外人不能进来 这是医院的规定 给她换上消毒医 喂 谢谢 医院那边传过话来了 说那个难民转运站 姓方的女大学生 不知道从哪儿 弄了两盒麻醉药 麻醉药 这种药 是药房里买不到的 那件事情 你做的利落吗 会不会是 不会不会 我找的那个买主啊 非常可靠 不会出现问题的 别说咱们玉城 那些东西 就是在整个四川境内 都不会出现 那就好 不知道杜甫县长现在怎么样了 父亲从容而直业的表现 像是一首乐曲 舒缓的旋律 渐渐展开 像一只手 在温柔的引领 带领着母亲 进入了父亲的世界 母亲在父亲专注的目光中 找到自己 她突然有个感觉 这个男人 仿佛一直站在那里 站了很久 在满满时间的荒野里 等待着自己的到来 与她重逢 她似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 正在与这个拯救生命的男人 融为一体 都说这杨院长是个民医 这下可好 让她拿杜甫县长给咱们证明看看 咱兄弟们在战场上流血受伤 要是再遇上个怂包大夫 咱可不答应 不会吧 那天听她讲话 她说得挺好 你懂个屁 光会说话就行了 咱们的胳膊头就给说好了 真是 那天听她说话就行了 看看这下个陡人 一张咱们的胎膊头就给岳膊头就给了 大夫的胎膊头就给了 一张咱们的胎膊头就给了 大夫的胎膊头就给了 一张咱们的胎膊头就给了 善喜 不是说两个多小时吗 这都四个多钟头了 怎么回事啊 是啊 怎么搞的 可能已经死来头了吧 放屁 说可能点 要说一句 别吵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安心等待 你们应该相信杨医生 他的医术我亲眼见过 何小姐 手术非常成功 谢谢你 我说了吧 不要怀疑我的艺术 不要担心 两天以后他就可以拆写 这回大家可放心了 病好了 回前线打鬼子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受了伤了 再回来找你 好 各位 我作为一个医生 很希望大家病好了以后 就不要再回来了 你们都应该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说得好 好 祝贺你 杨医生 得谢谢你啊 方小姐 没有你的麻醉药 没有你的麻醉药 这个手术根本不可能进行 只是我觉得 只是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能这么快地搞到麻醉剂吗 这个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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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灯全都断了 你那算什么新闻 那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消息了 我给大家说一段新闻 那就发生在咱们玉城县 桑宾医院 杨冠宇院长 在没有完备的医疗设备 和药品不足的情况下 经过了四个小时 惊险的手术 硬是从咱们杜夫县长的脖子里 取出两块台庄战役的蛋片 真可谓 旷式名医啊 旷式名医啊 哎呀老兄啊 你这也是旧文咯 那动手术 是两个星期前的事 各位 我听说 毒副县长今天要痊愈出院了 好 两位再站近一点 再近一点 好 不要动 祝贺你 康复出院 这手厉害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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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咱们就朋友了 朋友 朋友是啥 你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啊 我很荣幸 你说你应该提 士兵我是副县长啊 还是我没文化 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 那种感觉日后还会有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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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长期的药物控制 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依赖性 也就是通常说的 尹 可我就是不 不想要你输的这种隐 我才同意让你做手术的吗 手术不是成了吗 手术很成功 单片也取出来了 但是那种隐 要慢慢的去除 你不要太心急 出院以后 是不是马上要回到那个连铁厂去 对 对 当然 不够的好笑 还有一件事要办 顾副县长 恭喜你康复出院 放心 你死还远着呢 傻孩向后年的凶手查的咋样 哦 正在查 也没查出什么 嗯 也没查出向后年大夫 有什么仇人呢 狗屁仇人 谁让你查仇人 这个案子要是仇杀 那筹建上病院的 药材设备和钱 咋都跟你废了呢 这件事 县里到底哪一个负责 是我 好 那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告诉我 这个筹建伤兵医院的钱 咋就到了向后年的手里 伤兵医院筹建支出 各部门的建制都不齐全 我想 既然向后年大夫是代理院长 那干脆 就让他代为管理吧 可是谁知道 这事也怪我太大意了 坐 Republican kay Creating coffee 进来 є哟 何小姐 你大哥都已经出院了 怎么还往这儿送饭 我还一直以为 是在瞻他的光了 饭菜合你口味吗 很好啊 谢谢你们家厨娘 厨娘 对啊 这些菜是我亲手做的 不是厨娘吗 你逗我 我不给你吃 贺小姐 贺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每顿 都想吃到你做的饭 真的 那批药品 我们已经安全地转移了 上级对我们的工作表现 表示了极大的肯定 那 那两盒麻醉药 好 无所谓 当时情况紧急 我来不及向组织请示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杜甫县长是我们值得尊敬的抗日英雄 药物用在他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什么好处分你的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就是这批药品的来历 和伤兵医院有直接的关系 怎么回事呢 你说什么 他要负责向红年的案子 是 他的理由是 向红年给他治了一年多的病 现在人死了 尸骨未寒 他于心不忍 他要亲自查出凶手 他还说 看什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说 他还问了好多 伤病医院筹建支出的事 他是不是已经怀疑到那些 那些东西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手 卖主已经找好了 可就是运输是个大问题 你说那些医疗器械个儿太大了 太招人眼目了 不卖了 人不能太贪 找时间 把那些东西 全给我沉到江里去 杜松山 看上去是个大老粗 其实鬼得很 不能因小失大 我们的同志 是以海外华侨的身份 直接从那个人手 高价购买的药品 可是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像这种国家的蛛虫 真应该把他救出来 我们的同志 只知道那个人姓朱 每次让他写收款条 都被他拒绝了 姓朱 县政府里边 好像没有姓朱的官员啊 干这种事情 又有谁可以用真名呢 现在 已在政府部门工作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里的情况 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好像有一张 自上而下的腐败网 笼罩着这座小城 白儿不王非君子 何小姐能不能给个机会 一起吃个饭吧 吃饭就不用了吧 不过你可以请我喝茶 好啊 地方我来订 在哪儿 我想去望江楼 没问题 什么时候 今天 董珍哥 你在哪儿 我把这里的赖在洋院长这儿 我来取一下 我先走了 再见洋院长 我让小谷送你 咱们上餐给我看看 不要 咱们上餐给我看看 好的 来 给我起路 走 是 走 走 你给我比较给他 你愿意丢的那些玩意儿 到底有多大 设备的轻量 我都看过 我知道 大约是 三米左右 长度 三米左右 有这么大 对 高度 也差不多有三米 两个 然后再小一点的 两米多一点 也是两个 剩下的还有一些小的气节 有十二截 这么大的家伙 也不是一两个人能搬得了的 他还囤了那么多的钱 他还能支持这么多的人 这个王八蛋本事不小 那天 洛县长说这件事情归潘助理负责 现在归我管了 哦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啊 你丢的那些玩意儿还在预成 你怎么知道 我查了最近的水路运输记录 就从来没有出过那么大件的东西 那他还飞得上田啊 当然这 只是我的 这叫啥 这个 直觉 是这次 还没有啥线索 能不能麻烦你 去一趟我的办公室 来 你请 跟你做完手术之后 我就一直在犹豫 当然了 我们没有理由 怀疑方小姐 那是自然 好来人我一大眼的人看着了 可这个事最好还是为她 关键是咱们开口 你问我 我是个医生 破案子的事我不懂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 这案子我一定给你破 可是你休想从我的链铁厂 要出一个大嘴 我会尽快把生病院丢的那些家伙和钱 帮你找回来 算是报答我 我 我不想欠你的 哎 先生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我这价格很便宜的 我想买您那深厚的几朵花 你卖吗 买花 送给我的 对 我很笨 居然在玉城没有找到花店 但是 我看这个月季 倒是有几分像玫瑰 以前我只是在上海的作家笔下 我看见过这种情景 何小姐选的地方真好 今天这怎么没有别的客人呢 我把这里包下来了 今天这里是属于我们俩 爱 爱 怎么能停在就快要永恒的这一刻 爱 怎么能消失在温暖后的心碎 不停在电影 如果有点赞 就像你这样给所有人 你得到大路 很强 不停地以来 誓言可一端 無怨無悔 誰從不跟著孤獨後退 同盈一場氣美 歲月屋顏中化作喜悲 生恨穿透了夜色淒淚 誰從不隨著世間枯萎 眼淚遮不住光輝